第五屆金曲獎 有一點點耶 音樂圈的朋友 想要撥版面的信 似乎不太高 走安全牌的女運人不少 只有些許人在童中求意 傳出自我 在傳統安全牌的禮服中 快完四年 再度踏上高跟鞋的SELINA 穿上波浪裙白的白禮服 粉絲們可是超捧場 心情是非常激動的 因為以前我就是一個 很愛穿高跟鞋的女生 然後曾經想說 沒關係我這一輩子不穿 也無所謂 在這個金曲25週年的 這個這麼棒的場合 獻出我這個 終於又穿上高跟鞋的第一次 我覺得意義非凡 重心還是有點不穩 剛剛自己走都沒問題啊 結果在這邊 一有工作人員服 馬上就 馬上就用這個 所以靠自己還是最棒的 SELINA為典禮 盡心挑選禮服 恰如其分的優雅與自信 暧昧果然還是女人的天性啊 而能選秀的黑禮服 也是眾多女星的首選 除了聽大陸背的連身皮革紗裙 更是讓媒體打飽眼服 後面是六點 也挺好看的 所以我就 覺得還OK 挺好 露出美背 咱們也覺得是挺好的 此外 入圍本屆最佳女歌手的佳佳 也選擇了黑沙裙 頂著大紅頭髮 似乎是別有用意 因為我很喜歡美人浴 自己今天這一禮賽 美人浴一樣的 但假假呀 小美人浴可是穿著比基尼耶 是不是也該讓大家眼睛吃點冰淇淋呢 總是附近的搖滾女王楊乃文 有別於以往難得穿上長禮服 一下車就散發出超強的女人味 可以說嗎 典雅 之前剛好都選擇了 可是我想穿 覺得緊張怎麼走都還是會緊張 其實一下車太棒了 本來不是很有平順的 是平台你知道嗎 還有很多樓梯 然後我今天穿的特別高 新光紅毯的樓梯 讓登上高跟鞋的女星們 戰戰兢兢 但難得溫柔的楊乃文 一盞女神氣息 可是得到不少網友的青睞 而正裡尋他千百度 露燕回首亮點 就在姐姐踏上紅毯處 一下車就大氣的上鏡頭招呼 穿上難以駕馭的薄紗禮服 還有誰能比姐姐更加閃耀呢 希望帶點神秘 但是呢 因為姐姐喜歡白色 我想白色會很有氣質 然後又像女神 但重點是看起來很有氣質 又時尚 裡面是一件 量身訂做的 一般叫做肉胎對不對 肉胎很不好聽 我們就直接去叫做小姐姐好了 內娜的小姐姐 可是幫謝金燕的防護措施 做得滴水不漏 兼具性感與氣質的裝扮 卻是評價良極 好在頒獎台上的一身 改良式連身褲裝 不用漏一樣能看出 姐姐的長腿不簡單 台灣女歌手能竄出 如此GoFull的氣勢 被封為本屆金曲紅毯第一枚 也是當之無愧 只不過安全派 還是有走中的時候 歌手劉怡淳 可是把拳套的正式禮服 都搬出來啦 就怕大家沒發現身上每一個小細節 堪稱紅毯上的第一絕 當然紅毯上 勇於挑戰的女歌手也不少 算得好不好可就見仁見智啦 二十四屆的台語歌后 李亞莎套上特別定製的圖屯長禮服 果真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這是布農族的一個圖案 它是有口袋 因為它是比較個性的 所以就是可以帥氣的 再來很懂得展現自我風格的 還有這一位 在二零一三年 被封為第一帥的何韻氏 二零一四年 超有誠意的胸前大V 這樣人不多看兩眼也難 哪裡厲害 有嗎 還好啊 這個有點低是故意的嘛 只有天氣熱嘛 天氣熱就穿小一點了 上一次其實真的是整個 完全幾乎除了頭跟手以外 就看不到任何肉 那這一次就可以放開一點 那在坐著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點危險 待會坐的時候也會 大家會看到我 好像很專心的樣子 那其實只是我要提氣這樣子 要這樣坐胎 它不會走光這樣 麥加迪蠢術意外 但新穎又誠意十足的Look 讓媒體區的記者們 終於醒過來了 絕對是紅毯上的第一啦 而充滿個人風格的Miss Co 持續打破大家的印象 一身白帥帥 把嘻哈與戰勝來個大Mix 想說一種Mobster的感覺 乾淨一點 然後加一點嘻哈 就一點球鞋 所以可以有自己的風味 我覺得今年就是頒獎 所以以一種乾淨的 傳統的為主 雖然沒有上天新人獎時的嘻花 但這身標準的Miss Co穿搭 應該能為不少嘻哈女孩 梳立一個新典範 但由於挑戰 總是有著無法預期的災難 穿著10公斤知名鑽石滑服的佩妮戴蜜衣 後頭不高了她 選擇黑底色的短禮服 是個聰明的選擇 身上有全部的 大概兩百多顆的石滑都已經進來了 所以其實最近有出風景的 所以基本上是 新港的這個衣服出現 而且是全球 特別是這些 只有PK就是PK可以參觀 準備就可以 穿到這衣服 希望也可以帶一些好運 經過民國的加持 果然帶來好運 在走紅潭的過程中 不明為佩妮感得好累 背著沉甸甸的鑽石們給壓著走 還搓著這一大片的黑色大海帶 誒 這些抽禮服 懸崖懸的橋 上台領獎時 憋到無法喘氣的紅禮服 似乎還更衝拍你 不知道是不是紅毯上 競爭對手太少 讓女歌手們的紅毯 是一陣唏噓 而在男歌手的部分 記憶臉似乎又更小辣 而音樂人特質的男歌手們 沒有太多挑選高度時尚的造型 整體表現大致得體 但仍可發現不小小驚喜 今天是以牛仔很忙 還是公投很忙的角色 為什麼你不要亂講 他們的角色比較香脆 往年我們穿西裝 人家都以為我們去參加公祭 有點牛仔德州風對不對 想說今天休閒一點 那個得失心不要看太重 剛好是因為懸浮記憶完美落地的 所以後面有一些這個細節 好像飛行下來的 所以其實它展開的時候是這樣子 我今天主要是來當花瓶 對 所以 所以穿很花 所以主要因為那個小師姐 師涵是 這個入圍最佳新人嘛 所以我是來做這個護花使者 其餘大部分的男歌手 大概就是你們印象中 他們該要有的樣子啦 煩惱是入圍設計於 銀膠類的非音樂界入圍者 還讓人覺得心情 不過會讓人多看兩眼的 還是坐在人氣歌手 威力安的藍點點西裝 果然馬上受到注目 走一個 對 很多點點的造型 因為我的同事說 我是小數一些男生穿點點 看起來不會很娘的 沒有想到今天天氣這麼熱 因為這一整套 包括從褲子一直到衣服 其實都跟後指板一樣 非常非常的硬 其實老實說 我剛剛站在旁邊 我看何韻詩 我有點羨慕 因為現在好熱喔 我看他那樣穿 看起來非常非常涼快 你說襯衫脫 那樣可能就會變娘 威力安別只羨慕何韻詩 脫下襯衫 抱認是紅毯最吸睛 而歌王呼聲最高的 這一節林俊傑 戴著招牌髮型 展現帥氣王子該要有的樣貌 是我特別自己挑的 然後今天就是很開心 造型師幫我搭配了一套 非常經典的這個西裝的樣子 JK搭出安全牌 但帥氣度不解 二十四屆的禁曲歌王 蕭敬堂可不是誰有的呢 壓軸出場 一踏上紅毯 就成為注目的焦點 禁曲歌王 歡迎蕭敬堂 翻翻發亮的西裝外套 與大圓帽 你絕對不會忘記老小的存在 對啊 所以我準備帽子啊 我自己 我自己很喜歡我自己 就是沒有關係 怎麼樣都無所謂 對啊 怎麼樣都好啦 大家 大家 每一個人都很棒啊 每一個人都很帥很美 雖然老蕭很謙虛 但在典禮上 接連換上兩套的西裝花色 這麼看都鋪有 Michael Jackson的氣 就是為本屆男歌手 多爭取一點版面啦 正在說 大康歌手表明不責紅毯 讓第25屆超級不星光的 星光大道 想要找到亮點 真的是難上加難 即便時尚大師們 勞叨就收在電視機前 準備大刀闊覆都難以評比 只希望下一回音樂界 能與時尚界好好的交個朋友啦 完全運樂 我們明天見囉 報道